贵州大学生在浙江找场上班碰壁 我毕业快四年 在电商公司上过班在学校教过书 2022年8月辞职考编创业 年考编失败 创业也遇到了经济压力 我们很久来浙江投奔我爸妈 我以为一来这边都能找到地方上班 看来是我想多了 还是很难找的 其实要不就是要有经验的 要不就是现在不找人了 大学生也进不了场 现在实体有多难做 可能说来吃个饭 结果店都给关掉了 这个生意 这个实体 多难做呀 为什么今年的钱特别的难挣 告诉大家几组很扎心的数据 滴滴的用户从4000多万 跌到了现在的不足1000万 打车的人越来越少 但滴滴司机端的注册量却在越越的增长 全国有40多万家的企业倒闭 至少有7亿人在负债 结婚率下降 生育率下降 反倒是离婚率在上升 很多企业都在艰难度日 但唯独像boss 致联这样的招聘网站 越活用户几乎是直线上升 达到了百分之几百的增长率 利润更是在创新高 新房和二手房的成交量 一直都在下降 但是法拍坊的成交量反而在不停的攀升 你说这是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没钱了 消费降级了 失业的人 降薪的人越来越多 找工作的人也越来越多 社会的内卷非常的严重 今年毕业的大学生又再创新高 达到了1100多万 那毕业出来找工作 他需要跟谁去竞争 需要跟那些混迹职场十几年 几十年的老油条去竞争同一个职位 你说钱能不难挣吗 以前只要胆子大 敢创业 也就有机会 就能挣大钱 现在的年轻人 根本就找不到出路 也难怪大家都选择了躺平 甚至很多人 年纪轻轻就背负着房贷 车贷网贷 哪有什么对世界探索的欲望 连婚姻都压得大家闯不过气了 每天拼死累活 赚得那点微薄工资 也只够家里的生活费 我现在觉得 我不是没有人要的问题 我连我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都觉得有点多余了 我已经36岁了 在择偶市场上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没有生育价值 然后情绪又不是很稳定 性格又不好 又没有什么钱 也就是说 既提供不了经济价值 也提供不了情绪价值 又没有外貌价值 被嫌弃 也是应该的吧 可是 我该怎么继续活下去呢 隔近20年 国内涉容数据再次出现负增长 全社会从民众企业 到政府机关都在忙着还贷 没人愿意再借贷搞投资 促消费了 有人甚至认为 如果真是这样 那国内的经济复苏 可能要正式宣告失败 更大的经济危机 可能还在后头 这或许也是4月 涉容数据公布之后 大多数人的担忧 毕竟国内刺激内需的政策 已经出台很多了 数据公布之前 国内机构的普遍预期 也都认为 4月的涉容能增长1万亿以上 最终数据增量竟然是负值 直接把大家对经济复苏的预期 打到了谷底 从数据上来看 居民端和企业端的情况 确实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 就拿居民端来说 前4个月的存贷比是8.25 已经达到了历史同期的最高值 这个数值过高 说明国内大多数人都把钱存起来了 而不是贷款消费 买房货的投资 很显然这种情况 与现在刺激内需的基调 是背道而止的 但这些至少还算是 遇到之外情理之中的事 毕竟之前有关于 居民存款增多 提前还房贷 甚至企业端降薪财人的新闻 已经很多了 大家也了解 这两个方向所处的困境 即便是去年 税容比较乐观的11月 居民和企业端的数据 也只能算是中规中矩 整体数据好全靠 1.15万亿的政府债券 独挑大量 当时还创下了历史同期的新高 而这次受容数据爆满的问题 也正好出在这里 4月政府债券 比去年同期少了5500多亿 但这背后的原因 不是地方不需要借钱 或是借不到钱 而是不被允许再随便发债借钱了 这么做主要是考虑到 地方多年来积累的债券问题 将去年底 上层发布的35号文件里 就特别点名了 国内12个负债率过高的省市 要求除了基本民生工程之外 不能增设新的项目 至少从今年第一季度的数据来看 化债的结果还是很明显的 但化债和发债是小小板的两端 当下同一时间 只能优先解决一个问题 而化债失去泡沫的过程 所以因此造成的政府发债降低 就不见得是一件坏事 而造成社融负增长的另一个因素 就是金融行业的调整 今年一季度上层将金融业增加值的 季度核算方式 由原来参考存贷款余额的同比增速推算 改成了参考银行利润指标 所以银行就不需要像以往一样 为了业绩好看而疯狂增加贷款规模 与此同时为了打击资金在金融业内空转 前段时间上层对手工补锡等变相高息 拦储行为也进行了规范治理 这些措施都会对存款产生下达影响 所以这么来看四月涉容的爆雷 最多只能算是短期经济没有明显的改善 并不意味着出现更大的危机 更何况像管控地方债务 优化金融行业等一系列措施 从长远来看也是好事 要知道以往很多时候都是有问题掩盖问题 所以经济的泡沫越来越大 如今很多方面都在尝试戳破泡沫 从根本解决问题 这个过程一定很痛苦 但这也是必须要走的一步 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在外界对中国经济面临巨大挑战的增长潜力 感到担忧时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的数据揭示 五天的五一长假期间 国际入境人数持续低迷 目前进入中国的外国有客数量 仅为疫情前 2019年的30% 统计数据显示 2019年 近9800万国际游客来到中国 2023年 这一数字降至3500万 包括商务旅行和留学生在内 中国的房地产行业持续暴雷 地方政府债务不断增加 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 要实现今年5%左右的GDP增长目标 旅游业可能带来一线希望 更多的商业和服务业机会 然而 外国游客人数远不如从前 根据BBC中文网报道 外国游客数量仅为2019年的30%左右 职场领域创作者大V罗瑟 只划在5月13日的文章 比房地产下跌更可怕的 是外国人不来了 中指出进入中国的外国人数量仅为2019年的30%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中国的国际化可能更遥远了 文章提到旅游和外资减少直接影响外国人来华医院 外国游客来华主要是消费和投资 而不确定性正是这种商业行为最怕的 过去三年 中国严格的防疫措施导致外国游客数量锐减 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当前的状况 皮尤研究中心在2023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大多数西方国家的个人对华持负面看法 这可能会让在华的外国游客感到不是BBC中文网报道 一些国家的官方旅行建议也反映了这种观点 措辞有事相当严厉 美国政府警告 由于中国存在任意执法 包括与出境禁令有关的法律 以及不当拘押的风险 建议计划前往中国的游客 重新考虑前往中国旅行 澳大利亚则建议附中游客高度谨慎 警告澳大利亚人可能面临被任意拘留 或遭包括定义宽泛的国家安全法 严厉执法的风险 华尔街日报去年报道 在中国重新开放边境半年后 富华的国际旅客仍然寥寥无几 这是中国政府与西方渐行渐远的优异迹迹象 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造成负面影响 报道称海外旅客的缺席在北京 上海等大城市尤为明显 去年上半年 这些城市的海外旅客人数 还不到2019年同期的四分之一 专家表示 外国游客和商务人士减少 意味着外国人亲眼目睹中国情况 和与当地人交流的机会减少 而这是缓解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 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旅游协会智慧旅游分会会长 肖浅辉在去年5月的一次演讲中表示 来自欧洲 美国 日本和韩国的游客数量大幅下降 随着疫情前 常驻一线城市的外国人大量撤离 这将对入境旅游产生长期负面影响 现在进入中国的外国人 大部分来自俄罗斯 蒙古 缅甸和越南等周边国家 今天说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话 请点赞订阅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 为您提供真实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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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订阅